我是小小宿航的店员 然後我叫嘉宇 然後可以叫我小宇 那我們這一次書店籌它的是雙和城市生活走路 這次活動8到11元 所有的路線都是我跟我們店內的小幫手會一起帶頓 我們這次的活動就是我們有規劃六個主題 那其中一個主題就是書店的就是中永和這邊的書店 或者我們的活動的話我們在中和中永和這地方 那其實我們書店之前一直有在做類似的活動 對我們因為我們之前我們有出那個小宿航 那這個社區的康務就是原先是我們有的課程 就是社區編輯跟採訪的課 那在他們來上課的時候你就會先 因為上課呢他不一定是住在永和而已 那他可能是就康務有興趣拿他來報名 所以我們就會在上課的時候會先帶他們認識永和 然後會請一些在地的老師帶大家就是認識 對那慢慢的就會我們就想說可以把這樣的一個活動 把它推廣出去 對我們希望因為其實我們有一本書就是日本他那個惠文書 他們有些那個從書店窗口看幾個組合 那我們就想說剛好我們之前的活動都在永和 那因為灘案時光他開始開了在中和這地方 然後所以是我們第一次終於有機會可以把這個路線也可以延長到中和這地方 那所以這一次在這個主題的活動裡面 書店這個地方我們就安排了小小出訪的綠書店 然後中和公園參與時光 那也搭配了書店的座談 就是希望這樣的方式可以一方面透過這些書店 然後讓大家可以認識這個地方 然後可以知道說就是書店在這些地區 就是在地的書店跟這個地方 你怎麼看這個這個這裡附近的 或是跟這邊居民的互動的關係 然後有就是規劃的這樣的座談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像永和的話 我們也是規劃市場跟永和相關就是 也是邀請了一些曾經住過永和的一些作家 然後來他就是他們眼中的永和 對那就是中和這邊我們也是邀請了就是一些在地區 然後來這邊做長 然後我們第一場是邀請故意的司長 對嗎 我自己的話呢 如果說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就是我 因為我們我爸爸是台中人 那所以我大學的時候有回去台中演出 對那那時候因為學校跟我奶奶住的地方很近 那那一陣子就是我我奶奶那時候大概八十四歲左右吧 因為身體就變得很差 他就坐在輪椅上 所以那時候就是反正就是家裡的那些長輩討論之後 然後我就是有請了一個印女的韓府來照顧我媽 那那時候有時候從學校都丟回去我奶奶住的地方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跟他聊天 因為其實我阿嬤他們都是講台就是港明南話 所以他們其實都沒有辦法直接跟他溝通 有時候是用筆手話講的方式 有時候是筆手話 然後有這種奶奶 因為他們就是很長痛的 嗯 鄉下人 然後他們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都聽不懂我講的話 就是會用閩南語就是說 我聽不懂聽不懂 然後講很生氣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他就不是講這個語言的 對 然後會這樣溝通 然後那時候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也知道說 因為他有 他其實也是有兩個小孩 然後有家裡 但在這個過程 在對那個時候的我來說 是蠻大的 就是驚嚇 我覺得 沒有想像過說 這個 你現在已經有一個家庭 那你還 這樣子 臉相背景 到我們這邊工作這樣 對 那時候 算是 我第一次的一個接觸吧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驚訝 很驚訝 這樣 大家好 我是小小收款的公主 一聲 然後我 我自己 其實 對於外籍的工人 他們 我覺得沒有辦法 搞定說 在心理上的計謀就是 他們就是 家裡會穿得很漂亮 然後只在搜山北路那邊聚會 或是 你在 一些 有需要照顧的人的家裡 看到一個 在搜山裡面的一個聲音 或是說 有時候你在 廣場裡面看到一些 蹲在 街上 就是那種印象 我覺得沒有辦法改變 一種 就是一種 我不會嚮往的一種文化 但是 這種想法 在 最近幾年 就是開始 公司開始有拍一些 譬如說 關注這些什麼 別再叫我外籍信仰啊 然後 或是一些紀錄官員 他們會去 報道一些 就是 這些人他們遭遇一些 很不公平的菜的事情 還有他們自己 對於家鄉的 想念 那種痛苦的感覺 然後 開始慢慢改變 一直到 我自己去澳洲打工 然後 就是 我覺得就是那種 就是 當然 就像我們到澳洲打工的時候 我自己開始可以 我就不贅述那些 就是 在工作所 遇到的一些 不公平 或是 雖然說他們人都很好啊 但是 你總是可以感受到 這就是一種 不平衡的對待 或是說 呃 那種 你必須要 受到那些 身心上的壓力 那個 我就沒有辦法 傳達給你 但是 我可以 講 就是說 就 從我們自己 或是從白人他們 眼光中 看 我們 我們互相看待 就是 一直讓我想到 在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社會那一些 外籍的勞工 然後我們對他們的眼光 還有他們的心情 怎樣 然後 可是我覺得 歧視這種東西是 沒有辦法 因為 這就是人 人類 心理的一個現象 就像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爸爸 他的兒子 在海邊 溺斃 然後他把他的兒子 抱到急診室 結果 急診室 送進去以後 有一個外科醫生 他就出來說 我沒有辦法救這個小男孩 因為他是我的兒子 你們會覺得有什麼王頓嗎 這個故事 蛤 都沒有 不覺得有什麼王頓嗎 有一個爸爸 把他的兒子 需要急救 抱到急診室 然後那個醫生 走出來說 我沒有辦法救你的兒子 因為這是我的兒子 有沒有聽到什麼王頓 那個醫生是媽媽嗎 對對對 這個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一剛開始大家會覺得有矛盾 對不對 覺得有矛盾 舉手一下好不好 剛才覺得怪怪的舉手一下 對 因為你會覺得說 他爸爸把他送去 怎麼醫生又 因為你們一定覺得 醫生也是他爸爸 可是你們可能忽略 醫生情勢 可能是女性 但當我們 不講女醫生的時候 我們心理會 自動帶入成 醫生都是男性一樣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只是想要強調 歧視這種東西是 人類的心理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最後想講的是說 我覺得在我後來的旅遊過程當中 遇到一些 所謂比較先進的國家的人 他們是真的可以關心 或是真的可以 很有興趣去了解 各個不同文化 包括東南亞 包括我們 就是他們是 他們的眼光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一個社會可以進步 是因為 他們想要 試圖改善自己的歧視 這個本性 我覺得 應該說 有這個努力 才會造成他們 越來越 能夠社會 可以越來越好 變成是一個結果 對 謝謝 謝謝 恐怕都是經常我們在談 移民移工的時候 一個關鍵字 就是說 但是當然還是要有一點點小的區別 就是說有的東西叫刻板印象 那比如說我們覺得法國男人 就浪漫的不得了啊 然後美國女人 就很容易跟人上床啊 對不對 但這叫歧視嘛 不見得 刻板印象跟歧視 不一定是同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也知道 那我覺得 這歧視之所以形成不怕 它有 你要面對自己身上帶著偏見跟歧視 而它是怎麼樣被發送的 就是說沒有那麼自然而然 不是因為膚色不一樣 我們很自然我們就 歧視膚色 比我們黑的人 是這樣嗎 好 那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應該去正視這個偏見 跟歧視 它背後其實真正是怎麼回事 如果名字叫種族歧視 好像就只是膚色的差別 但是在我的經驗裡頭 恐怕真正的其實 差別在階級 就是說在於有錢沒有錢 物質性的 我不是說性別的歧視 跟種族歧視不存在 我說它都存在 但是一個更根本的 我們如何來看待它 我覺得 產生一個根本性的作用 其實經常是階級 是你的經濟 經濟位置 會決定了這件事 所以歐巴馬當了總統 我們就 哇!黑人當總統 但是如果 美國的黑人的處境 並沒有因為一個歐巴馬翻身 而改變的話 這不叫因此改變 當然大家也可以說 我們就會覺得 有些 有些黑人原來也有能力做總統 那這就有點像 同性戀我們覺得 我們有的同性戀也是 一對一真愛的 我們不是大家都會換來換去 那就有點像某的 殘而不廢的人說 OK我也可以做到 頂尖拔萃的殘而不廢的人 可是這都是個別的人去迎合 我們既有的秩序 既有的權力結構 既有的價值觀 然後來說 殘廢的人 我可以做到跟不殘廢的人一樣 或者女人 我可以做到跟男人一樣 或者黑人 我可以做到跟白人一樣 可是你還是在 既有的白人的那個架構 跟位置 就是說那個權力架構裡頭 所以恐怕我們 我自己從事階級運動 比較會在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何讓集體可以一起翻身 而不是個別的人翻身了 個別人的翻身 恭喜他 因為他真的很辛苦 但是這個東西 他並沒有改變了集體的處境 那就只會讓這些少數的 少數的成功案例反而形成新的壓迫來源 例如說 我等一下還會再放到一個 例如說我們為了翻轉 外企配偶不是都是買賣婚姻 不是沒有感情的 所以我們就歌頌那些模範母親 歌頌那些美滿婚姻 可是這不是對於那種 就是說婚姻裡頭 本來就是有好有壞嘛 有的人大打出手 那不就是讓那些不美好不合格的人 更覺得很羞纏嗎 就是說我得不到那個方式 就是說我上不到你所要的那個標準 所以我覺得這恐怕是 就是我自己在面對外籍勞工 或者是在面對這些不同的議題的時候 一個最大的反省 那個反省應該是說 是說我們看待他者 看待這些規格之外的人 異鄉人 那我覺得最大的意義是 他會像照鏡子一樣的 他經常幾乎是照妖鏡 他看到我們自己的偏見跟歧視 跟理所當然 那我覺得如果說對這個社會 可以有多一點意義 會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彼此善待 聽你嚴格說 你說人與人之間有沒有善意 有啊 我遇到的大部分的外籍 他在工廠裡頭 跟本地的工人 好不好 很好 我遇到很多的情形是 他跟家庭內的僱主 牢固之間情深異種都有 這些人與人之間 我們天生期待的彼此的善意 我覺得它本來就在發生 可是你無法 無法否定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有一種被塑造出來的抽象式的認同 它經常違反了我們真實的情感 舉例來說 我看到的很多的菲律賓的外勞 他其實在工廠裡頭 跟本地老公感情非常好 可是當那個 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漁船事件 叫什麼 光達星 光達星事件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台灣社會的七頭小孩 那些青少年 然後去跟外勞的宿舍丟石頭 然後或者是經過外勞過去的時候 他們呼嘯而過就捅外勞一刀 或者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人們在面對 我面對在廣達星事件的時候 明明面對是菲律賓政府的強悍 然後感覺到那種憤怒 而這個憤怒會讓我們直接把這種 就是說弱勢 特別是弱勢的人 我說的都還不是台灣有權有勢的人 他有權有勢的人 根本不需要用這種方式去表達他的憤怒 反而是台灣社會最邊緣的人 他也很想愛國 他也很想參與這個社會 公眾社會 然後當他想要表達他的憤怒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對誰表達 他只好眼前可以看到到這些 比他更弱勢的菲律賓人 所以對他們丟失了 其實這都是非常悲傷的事 對我來講 非常殘忍 那個殘忍在於說 如果我們就因此去罵 這些企圖人 罵這些 用這種你覺得非常粗暴的方式 來表達他的憤怒的這些 這些 這些青少年 我覺得其實他們也是在承擔整個社會 家住在他們身上那種無能為力 然後他作為一個人 他想在這個集體的那種 那種要爆炸的氛圍裡頭 他想發現 可是事實上他手上一點籌碼都沒有 用他的方式 當然我們覺得是錯誤的 可是你因此去責怪他 這就有點像我前面在講的 那些餵流浪狗的愛媽 跟吃流浪狗的月老之間 就是所有的結構性的問題 到最後卻是這個社會最邊緣 最被壓迫的兩群人形成對比 這是有問題的 這恐怕是我覺得 我們自己在看這個議題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要小心一點 就是說因為有時候我們會自以為 我比較沒有偏見 我比較沒有歧視 乃至於我們會有一種進步的傲慢 而這個進步的傲慢 我們就會去指責那些 我們覺得相對是 相對是落後的 相對是粗暴的 相對 可是你卻沒有看到這些人 他在文化資本上 他在各方面的社會 可以給他的 給他的條件 反而是最糟糕的 那可是我們也經常在犯一樣的錯 去指責我們覺得比我們糟糕的人 因為他不進步 他沒有比較就是 就是 就知道 就是說進步的想像 反而變成我們自己 擦脂抹粉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就最糟糕了 就沒有因此而更多的擔心 那兩位是這樣 那 嗯 我覺得因為我們今天 大概就到三點半 有提醒我時間不能超過 所以我們其實不到一個鐘頭的時間 那我有準備一些東西 可是我盡量快 因為我覺得大家 那個對話 像剛剛的很多東西 我都覺得 可以有更多討論的空間